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狠砸8000多亿元新台币 搞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台湾民众党检视其实施效果 认为不仅台湾民众无感 很多计划变成现实的财政陷阱 许多建设无以为继 前瞻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前瞻计划其实对民众来讲 就是一个前坑计划 就是一个大前坑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25号召开记者会 检视民进党当局的 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得出来的结论是 它就是一个大前坑 针对不同的执政的县市的 不同政党来去给予补助或是协助 然后这中间又有非常多的政治考量 就造成现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前瞻计划 如果大家仔细去思考 到底有什么伟大的建设 我们看不到 旧成员批评民进党当局 在前瞻计划中不仅搞双标 而且很多计划都需要各县市自筹经费 当初民进党当局鼓励各县市申请 却缺乏政策规划与考量 造成高峰期经费暴增 自筹款比例过高等问题 比如所谓前瞻建设轨道计划 各县市自筹款加起来就高达5518亿元新台币 如今变成这些县市的财政陷阱 许多建设无以为继 甚至直接问老百姓 根本不知道你们花的这些钱 到底做了什么事 台湾民主党批评 民进党当局编列8400亿元新台币预算 推动所谓前瞻计划 不是质量不佳 就是七成延宕 这些钱沦为民进党当局 政策买票的主要手段 然而台湾民众却很无感